原来的高度的管制作为 确实有予以放宽 松绑的必要性 会一并的在下午的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跟国务同胞统一说明 大家都很关注 我们现在的三级警戒是否延长 延长的话是不是要有相关的配套 来适度的松绑放宽 各行各业的高度管制 那这个议题 陈总指挥官也表示 虽然我们现在的疫情 已经趋缓 不过不能松懈 还没到达降级的条件 那因此在这个情形底下 这个如果延长 这个三级警戒的话 那么原来各位都还记得 我们在三级警戒的初中期的时候 曾经一天的确诊人数 高达500人之多 那近期在国人同胞 跟中央地方的合作底下 确诊人数大约在这几天 都维持在50人以下 那这样的疫情前后比较 虽然都在三级警戒中 但是确实也有所变化 那因此原来的高度的管制作为 确实有予以放宽 松绑的必要性 因此院长在上个礼拜 就指示相关的部会 要预做准备 如果有相关的行业产业工作 受到高度管制的影响 那衡量现在的疫情的状况 那提出相关的指引 让这些行业在遭受那么严重的 尤其是内需跟服务业的冲击底下 能够喘口气 能够得到一些这个松绑 跟犯宽的这个措施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各部会都已经有所整理 也跟院长报告了 虽然今天没有在院会里面 再多做讨论 但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为还要报到指挥中心 做最后的核定 所以今天下午 由指挥中心统一的说明 是否延长三级警戒 跟延长三级警戒的情形底下 相关的行业工作职业 所受的这个最高度的管制措施 各部会所提的相关的指引 我指的是适度的 这个松绑放宽的指引 会一并的在下午的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跟国务同胞同意说明